1. 鳥類及爬蟲類的親緣關係 焦點97. 鳥類及爬蟲類的親緣關係 傳統的分類關係 爬蟲類、鳥類外型差異大 過去被認為親緣關係較遠 因此在分類上分屬於爬蟲缸、鳥缸 鳥類的羽毛和哺乳類的毛髮 均屬於保暖構造 而且兩者的體溫皆可維持恆定 鳥類和哺乳類的體溫調節方式均屬於內溫動物 爬蟲類則具有鱗片或骨板構造 體溫會隨外界環境改變 爬蟲類的體溫調節方式屬於外溫動物 體溫調節機制不同 只是生物適應不同環境的結果屬於同工現象 親緣關係很遠的生物 也可能具有相同的體溫調節機制 因此內溫、外溫的特徵 不適合作為親緣關係建立的依據 鳥類、爬蟲類與哺乳類 這三類動物的胚苔皆具有養墨的構造 隨著新證據的陸續發現 科學家得以重建鳥類、爬蟲類與哺乳類的親緣關係 19世紀在德國首先發現石竹鳥的化石 石竹鳥具有鳥類特徵 例如具有翼及全身皮膚羽毛 但石竹鳥也具有爬蟲類特徵 例如口內有齒、前肢有三指、指端有爪、而且脊椎骨的尾腸 石竹鳥間具有鳥類和爬蟲類的特徵 支持鳥類與爬蟲類有密切的親緣關係 有羽毛的恐龍 近代在世界各地也陸續發現其他具有羽毛的恐龍化石 有些恐龍早在鳥類之前就已經演化出羽毛 而且經過研究發現爬蟲類的鳞片與鳥類的羽毛 都是經由表皮特化而來屬於同源構造 顯示鳥類與爬蟲類、恐龍的關係較為接近 近年來在世界各地例如中國鳥寧陸續發現的各種具有羽毛的恐龍化石 或者是介於獅子烏鳥與現代鳥之間的鳥類化石 例如中國龍鳥、維羽龍、故事小道龍等 因此科學家認為羽毛早在鳥類出現之前就已經演化出來 羽毛是起源於一種陸續續續續的獸竹類恐龍 最初的羽毛不具有飛翔的功能 可能是作為保暖或求偶之用 獵窩的特徵 與其他現身爬蟲類相比 鳥類和鱷魚類的親緣關係密切 鳥類和鱷魚類的頭部均具有兩個獵窩 鱷魚類的頭部只具有一個獵窩 龜鳥類的頭部則不具有獵窩 其他化石證據 鳥類與鱷魚滅絕的翼龍和恐龍 親緣關係較為密切 遠骨的鳥類與恐龍則難以區分 最近的分子生物學證據也顯示 在哺乳類、鳥類和爬蟲類之間 鳥類與爬蟲類具有較近的親緣關係 根據這些證據 科學家可以重建 鳥類、爬蟲類及哺乳類的關係 爬蟲類可分為鱷魚類、蛇和蜥蜴 龜鳥類等三群 其中鱷魚類跟鳥類的親緣關係較為接近 鳥類和恐龍類的爬蟲類演化過程中的一個分支 鳥類是恐龍的一個分支 知緒系統學 知緒系統學是目前最常備用來重建親緣關係的方法 僅利用同緣特徵建立出具有共主現象的親緣關係術 並且利用共主的概念來解釋分類 利用重建後的親緣關係術 重新審視常見的分類群 單系群 單系群是指一個分類群內所有的成員 是來自一個共同祖先的所有後代 單系群較能呈現出真正的演化關係和共主現象 也才是合理的分類群 並系群 並系群內的成員是一個祖先的部分後代 並非全部後代 例如爬蟲類即是一個並系群 因它缺少了鳥類這個指單系群 腹系群 腹系群中的物種 則具有兩個以上的祖先 例如恆溫動物 即是一個腹系群的概念 祖先